大家好,我是那個阿達跟張睿泉的經紀人這樣子 沒有,不好意思,因為其實剛剛 總理講到一個很重要的一件事 我是賴和基金會執行長 我們其實之前都是在街頭相遇 然後我負責的工作就是 打電話call他們,敲通告 然後去凱道唱歌 就是去聲援農民這樣 比如說大埔的那個農民室 那個大埔的房子被拆掉 對,那還有包括 其實我們的,我想我們的認識是在 2010到2010年的秋天 就是國光石化那個案子 讓我們就是這些中部人就是 就是中部年輕人開始在台北相遇 然後我們想要為家鄉做一些事情 對,那今天很高興就是 這是賴和音樂節 2016賴和音樂節的第一場活動 雖然明天是開幕式 可是我們今天很高興可以在 台中的想想人文空間 然後用這樣子的歸家青年故事分享會 來做音樂節的開場 那今年的主題是歸家 那歸家其實是賴和在1932年寫的一篇小說 對,那因為我們每一場呢 我們都會摘一段文字 那這個是其中有一段 就是他提到 賴和用一個年輕人 賴和是日本時代的人這樣子 那他用一個青年到台北去讀書 然後受了日本的殖民教育 然後只會日語 然後回到家鄉之後 結果發現 他沒有辦法跟鄉里的人溝通 因為鄉里的阿伯他們都是講台義 那甚至這些做粗冬的 或者是說賣涼水的 他們就是沒有去讀日本書 那這個年輕人他因為讀了日本書 所以他好像看起來 他感覺自己比較高尚 然後好像自己就是比較有知識這樣子 那那篇小說裡面其實 這些在路邊賣賣賣股的啊 或者說賣小吃的這些老人家 他們有看出來 就是這些年輕人去讀了書 可是他們回來就是眼高手低 他們沒有辦法去做勞動的工作 那反而會跟鄉里有些疏離 所以我們這一場的開場就是 十幾年的學生生活 是我跟故鄉很生疏 好像好像都在做客一樣 對讓人們對他也是很客氣 那讓他很不安 那是不是跟市場上 對一種新出來的這種新製品 不信任一樣嘛 那這個年輕人其實感覺到 他回到故鄉 可是感覺是被故鄉遺棄了 對那我們從這樣的小說出發 去設計今年的賴和音樂節 那其實也去呼應 呃台灣這幾年在 我們面對高度的經濟成長之後 面對這些剛剛談到 比如說國光石化或是農地被強增 這些土地不斷被剝奪的 這些開發案裡面 其實青年們也開始去思考 我跟土地還有我跟這個故鄉的意義跟連結是什麼 對那我們想說用這樣子的規家去呼應 呃就是年輕人想要留在故鄉跟回到故鄉奮鬥 對那其實剛剛有些朋友想到那個家 家其實我們也把家引申為是台灣這塊土地 雖然也許不是每個人都有離鄉的經驗 可是我們在過去的教育裡面 其實我們跟土地是疏離的 對那其實每個人可能用了一些方式 然後很曲折的找到一條回家的路 這條回家的路是把我們跟台灣這塊獨立連結在一起 對那這個是我們今年音樂節的一個設計的想法 對那今天這一場 呃第一場龜家青年的分享會呢 我們很榮幸可以邀請到張瑞全 然後還有農村武裝青年的主唱阿達 對那其實剛剛大家 我覺得今天好像是粉絲見面會 對因為其實他們平常都是唱歌 然後突然叫他們講話就是 我們剛剛在商量說到底要怎麼辦 所以他們說就是叫我要丟問題問他們 然後他們回答這樣子 而且他們也沒有做什麼PowerPoint都沒有 對所以他也不會唱歌 對所以他們到底要怎麼講呢 我蠻期待的 對那瑞全其實因為這個空間 香港人文空間就是瑞全經營的 那其實他也跟他的太太應成 就是他們兩個人想要 其實也去世界很多地方 然後台中是他自己過去成長 就是高中時候求學的都市 那瑞全本身是彰化人 那他也到芝加哥留學 然後也後來到政大去教英文 那現在他選擇回到中部 而且很妙的是他不是回彰化 他是在台中作為一個據點 可是他在這個地方找到了很多 在台中裡面奮鬥的彰化人 甚至他也去關心青少年的一些教育 所以其實如果有注意的話 之前FryMV上面可以看到 他有就是為都市的這些年輕人做的一個寫作的計畫 還有就是客服的一些idea這樣子 那包括剛剛有朋友講到那個 Ina這支MV 所以其實瑞全的音樂裡面 有很多是跟台灣歷史 還有一些獨立的 台灣獨立思考的一些問題 他會把它放在音樂裡面 對 那其實也許等一下瑞全可以去談一談說 他從彰化到台中 再從台中到世界再走回來 然後又落腳在台中 那這一路的心路歷程 那為什麼最後是在這邊做了什麼樣的事情 那阿達其實也很妙 他跟台中也有一些淵源 那阿達是二水人 欸不是阿達是田中人 不好意思 阿達是田中人 對 那他是大學的時候在東海念哲學 哲學系 然後後來他選擇在東海附近開一間咖啡館 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話就是和平咖啡館 對 然後咖啡館現在還在嗎 不在 好幾年就不在 對 所以 那可是阿達又很妙的是 這幾年的 他開始用音樂的演唱 然後去聲援各地的議題 尤其這幾年就是 土地抗爭的議題 如果有抗爭現場 幾乎阿達都會到 然後後來我其實都不太敢敲他通告 因為他會說我唱得好累喔 有時候一個禮巴可能從東部跑到西部 又從西部跑回東部 甚至連美麗灣他都去這樣子 對 那這個過程裡面其實阿達跟這個 他也開始去觀察台灣土地的一些變化 對 那現在他決定就是他回到二水 他去選擇在二水的鄉村住下來 而且住在一個三合院裡面 對 他沒有回田中 對 他住在二水 那今年我們也邀請就是阿達 擔任我們賴和音樂會的音樂總監 那這過程裡面阿達也開始去發掘 彰化在地的一些年輕人的團體這樣子 對 那我們希望透過這個過程裡面 音樂可以去改變故鄉的力量 對 那這個部分阿達等一下也可以去分享 好 所以我介紹完了 所以我可以開始Cue你們了嗎 可以嗎 你要準備喔 好 我想第一個部分阿就是 我想大家剛剛大家都分享就是說 欸 其實他們平常都在唱歌嘛 很少看他們講話 對 那等一下應該也不會唱歌我想 對 那我想說也許第一個部分 可以請瑞全跟阿達可以分享就是 欸 你們這幾年用音樂創作 然後去介入台灣社會 那個過程裡面你們的一些想法 然後為什麼 就是一部分是為什麼想要音樂這個創作的形式 去關心台灣社會議題 然後第二部分是你們在這過程裡面 你們觀察到什麼樣子的社會變化 可以嗎 好 那你們誰要先 脫離我問的也沒關係 好 來 呃 其實 其實老實說對我來講 就是選擇一個最 自己最熟悉的方式 來表達我的想法 我從來 對我來說 音樂這件事情從來就是一個 它就是一個興趣 一個我很喜歡的東西 我對它有很強大的熱情 我也許不見得每天都能夠 聽到音樂 聽到我想聽的音樂 但是我 光是能夠想到說 欸 我可以 有音樂可以聽這件事情 就可以讓我 對明天有期待 所以 這個東西 嗯 它會是我 一輩子的事情 簡單講 那 我相信你也有 我不是說 每個人都要聽音樂 沒有 不一定 有些人 對音樂沒有感覺 那就是沒有感覺 也無所謂 你可能對藝術 其他的藝術型態 有興趣 那或者是你對其他的 像我們樓上有手工照 我又要 附帶又要廣告一下 樓上 這個阿兒手工照 這個 置入一下 沒有 我要講的 並不是說我要賣手工照 但是 是說 它的課也很有趣 你想說一般來講 就手工照要 要講什麼 對不對 也許吧 就是 怎麼做 怎麼過程 用什麼 用什麼材料等等 可是這個老師 他很有意思 他在 他在課程裡面 他就會從 譬如說 材料的選擇 是不是天然的 如果 為了要天然 我們要怎麼去 在環境裡面 去做到一個友善 的一個狀態 那怎麼去選擇 那怎麼樣去保護環境 這就扯到環保了 對不對 環保議題 然後農村的議題等等 就從他的樓上那個課 就這樣散播開來了 所以有時候 你聽他上課 他不是只有在講手工照而已 他在講環保 他在講社會議題 他在講農村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其實我們都是在選擇一個 我們熟悉的方式 我們有熱情的方式 在表達我們 對這個世界 對這個社會 對這個土地的關心 就這麼簡單 我覺得真的 其實那個基本的概念 就是這樣而已 那 我不認為我 從音樂 或是 我們能夠創作 有多了不起 沒有啦 還是你覺得你很了不起 沒有 好 對不起 好 OK 就對我來講 我覺得 其實 我總是覺得 應該這樣說 就是說 因為我自己本身是基督徒 然後我會覺得說 沒錯 也許 我們好像我啦 或是其他音樂創作人 我們對音樂 好像多了一點點的 一些 感覺 我們能夠去分辨什麼是好聽 或是不好聽 或是什麼是 那個概念是什麼 我們好像可以從 音符 從歌詞裡面去感受到 這個好像並不是每個人 都能夠做到的 而且 更進一步的是 我們有能力去寫出來 去譜取出來 我們想要表達的 那個概念 那可能 這不是每個人都能做的 那這 這代表什麼 這可能代表 上帝 對我來講 他希望我 能夠藉由這個能力 去關心更多人 去幫更多人說話 有很多人可能是 沒有辦法發生的 他永遠都在那個 那個底層 都是被壓迫的 他永遠沒有辦法 把頭伸出來呼吸 那這個時候 我們是不是 我們這些有能力創作的人 是不是可以藉由我們的作品 去傳達這樣一些 一般大眾聽不到的 也許大家都覺得很和平 這個世界是很沒有問題的 但其實是有很多問題 那我們用一個比較 藝術的方法 比較有美感的方法去表達 不管是這個世界上的醜 或是美 所以對我來說 音樂就是一個 我很喜歡的東西 就是他 他不會是 不會是我拿來要 怎麼講 單純賺錢 或是說單純 好像表達我 什麼樣的才能 不是 他就是一個 我很喜歡 的興趣 那只是剛好 我可以用 用這樣的興趣 去表達我的想法 那 這個都是 對我來講 都是很幸運的事情 那更幸運的是 對我來說 我不需要靠音樂來賺錢 就是說 我 我從來不需要去 去 去為了要迎合 譬如說大眾 或是流行音樂 他們對 流行音樂的期待是什麼 這個我從來不在乎 那 可能在乎也沒有用 對 就 就寫不出來 我就是寫不出來 什麼 什麼沒啊 還是 我愛你 你愛我 這個歌我就是寫不出來 你叫我怎麼寫 對 所以 對 所以我意思是說 去想要迎合 也沒有意義嘛 就是 特別是音樂市場 其實大概這十年來吧 不管是台灣或是 國外 呃 說實在 受到數位的這樣的一個影響 很多 我想就以台灣來講 很多 甚至 以前 你覺得他們可能很 很 很這個很大咖的這些 都慢慢回說 回到 就是自己來 自己來做自己來發行 自己賣 已經沒有 不太需要去靠這些唱片公司怎麼樣了 真的 所以 你說要去迎合其實也 沒有太大的意義了 你 你倒不如就把 自己真正想寫的 想說的 說出來 那 呃 我自己的感覺是 在現在這個時代 每一個人 其實都有 如果你願意啦 你都是一個發聲的 平台 你都會是 只要你願意講 只要你願意寫 你一定可以影響到人 齁 就一定可以的 齁 所以 嗯 對我來講 我 我會覺得說 我是不是真的去 我的作品 齁 或是我的音樂 是不是真的能夠影響到 誰 或是改 應該是說 能夠改變什麼 齁 我其實 這一點 對我來講 我是悲觀的 齁 我不認為 我不認為我的音樂 可以真正去改變一個台灣的什麼樣的問題 齁 不太可能 我不認為 但是我覺得 可能 也許 在 我的音樂 在這樣傳播的過程當中 他可以影響到 或是他可以 去 去讓某一個人聽到說 喔 原來有這樣的聲音 而那個人 他是可以改變 什麼的 那個人 齁 所以那個火花 也許就從他的腦子裡 就 就蹦出來了 那他可以去改變什麼 那 對我來講 這就很足夠了 齁 他 他很自在齁 齁 不錯喔 齁 對 對 小孩 齁 你就要記了齁 齁 你還要記 我們今天在這裡說真的齁 你現在可能聽不不 沒關係啦 但是 忘記啦齁 忘聽 好 來阿達勒 好 呃 我直接 為什麼剛剛要請瑞璇先講原因 欸 跟我以下 我要講的一個 就是 呃 我直接從我自身的力去舉 舉一個我覺得音樂很大的力量這件事情 對 對 呃 2006年的時候 應該是你的創世紀 啊真的 出版的 發行的時候嘛 2006年他創世紀發行 就有音樂那一首歌 那那時候我剛退伍 他在上班 我就 無意間 從朋友那邊 得知到這張專輯 我就買 然後翻到我的車上 每天 上下班 我都會聽 然後因為我那時候在當業務 我公司在這附近而已 這邊有一個工學社樂器 台中分公司 我在裡面當樂器銷售業務 對 所以我常常會跑一些台中線 那那時候一些去豐原 然後 拜訪一些 老師 所以躺在車上我會聽 樂圈的那張專輯 那 你知道上班很苦悶 然後我 剛出社會找不到人生什麼目標 我就是 一個沒有辦法很安分的去 坐下來 然後就 賺錢 我不知道我賺這個錢的意義是什麼 我得不到我心靈 精神上的富足這樣子 但是我都一直在聽他的歌 對 那 很多人大概都 都一直提到他的小孩那一首歌 當然那首歌很棒 可是我覺得他裡面有更多更多 那時候不斷的 刺激到我很多 丟盡很多的 對這個社會的問號 包括 打破了很多 我們對所謂體制 主流的價值的一些挑戰 對 每一首歌我真的很仔細聽 真的 然後那些東西 呃 點燃了我的一個一個一個戰火啊 就是當然說我在學生時代 我在練高中練大學的時候 我就 就是一個比較 比較叛逆的學生 我大概也會 也會去參加社會運動 然後我聽很多很多的搖滾樂 包括西方的一些搖滾樂 還有台灣的東西 只是當 當你出了社會 然後進入到一個職場 做一個自己不太願意做的工作的時候 你的會 你會有某些功能會突然就 就消失掉了 就是沒有 沒有進了 嘿 就沒有進了 因為你根本找不到未來 可是 那張專輯真的 我又重新 點燃了我 那種感覺 那種感覺 對 那種 那種感覺 好像 好像有人又在 給我 提醒了一下 要不要再重新找回自己 對 所以最後我真的離開職場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要誓了給你 沒有沒有 所以 所以開始好幾年的 受苦受難的生活 哈哈哈哈 好 沒有我會講這個故事 是因為我真的真的 在我的 生命跟生活裡面 我歷經了好多好多次的 藉由音樂的 這個管道 在我青春期的時候也是 對 我聽很多的搖滾樂 那其實我在裡面一直不斷的 尋找甚至是 被刺激 然後甚至是迷惘 懷疑 很多的 很多的歌裡面的歌詞 就是 對自己的懷疑 對自己的迷惘 對 因為你聽了歌 在你到 隔一天去學校 你看到那種學校的樣子 欸 兩個世界 但是沒有人會教你 那我們就在這個裡面這樣 到底哪一邊是對的 哪一邊是真的 到底誰講的是真的 那這樣的一個過程 其實在我成長過程中 算是一個啟發很大的一個過程 對 所以我都 嗯 一直到現在 就是 音樂這個東西是我沒有辦法去 去 失去的 因為它對我不是只有聆聽的功能而已 它真的是一種從小到大的陪伴 甚至啟發 甚至刺激 甚至是一種引導 然後 再重建出自己的 獨立的 思考跟想像 對 那 當我後來慢慢的自己有 創作音樂的能力的時候 對 我也在想說 因為 這件事情 我很 我很愛 就跟剛剛瑞璇講一樣 我們就很喜歡音樂 然後 也知道 音樂真的是 對自己的那種療癒跟力量 是多麼的大 那我就開始也在會想說 嗯 我能不能也 透過這樣的一個方式去 表達 自己 想表達的東西 自己看到的一些問題的癥結 自己想要挑戰的一些價值的 一些想像 把它放到 歌裡面 對 那 我覺得最簡單的 說法應該就是 我 我 我其實有時候在 在抗爭的場合 我也很羨慕很多的 學者 很多的教授 他可以一支麥克風拿起來 就看著 講一大堆東西 我都會想 想想 那是怎麼說的 我真的沒辦法 你要說 突出的我突出的就來 對 我沒有那個能力 我真的說真的沒有那個能力 對 但是 你丟給我一把吉他 一支麥克風的時候 我就會突然 那個像KEY檔一樣 就上升了 我開始可以唱 就這件事情對我來說 比較沒有那麼的困難 比較簡單 所以我真的是選擇一個 自己比較 專長 比較熟悉 能夠掌握的方法 然後 去 去 去傳達 自己想要表達這件事情 對 我覺得很簡單啦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很感人喔 那你覺得你有沒有 改變了什麼 還是說 你有沒有 造成什麼樣的一些影響 之類的 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我是不知道啦 不過我覺得 我相信你可能也有 就是常常有時候會遇到 一些人 然後他可能跟你講說 欸 就像我剛剛這樣子嘛 就 其實當初 聽到你那個 那張專輯 然後 我開始就失業了 你就是鄉親了 對 就是 常常會有 會得到 自己是一個兇手的那種感覺 對 就比如 之前 就是還有那種 痾 我聽到一個已經出社會的人 在工作了 然後他有一天跟我講 就是在抗爭的場合 然後過來跟我聊一下天 他說 阿達我在 高二的時候 然後聽過你一場 講唱的演講 然後我開始去 關心這個社會 然後後來 有一些社運的場合 他就會來支持來聲援 然後 我就問 我這時候想說 阿高二喔 阿你現在 阿我 我剛 我剛退伍 其實那個 那個莎拉會有一種 好啦 第一個莎拉是覺得 靠我老了我 是 對 可是那個自己會有一種 蛤 蛤 就是講不出話 我哪裡是 對 就是兇手 就是兇手 對 可是 真的真的改變些什麼 我真的也沒有辦法去想像得到 可是就是我覺得那個就是一個 我覺得應該跟老師一樣 因為你自己是一個 教育者你會很明白 跟老師一樣 就是 他就是 就是 你經過的學生也很多 可是你給予了他們 你引導了他們什麼東西 那個有一天他會長出他自己的 那朵花的樣子 對 對 其實 老實說這個 這個 有時候會有人來跟你講說 你 你寫了一個什麼歌 然後 然後影響到他 怎麼樣怎麼樣 其實這樣的一個過程 老實說對我來講 過去這幾年 我 我一直沒有 沒有太多 甚至很少的創作 其實也是因為這個原因 因為我很怕又寫了什麼歌 然後 然後 然後也有人沒有 沒討論 這樣 但 但 我是講真的 就是說我 應該是說我會對我想要寫出來的東西 更謹慎啦 嘿 我不想要寫一些亂七八糟的 或是說 呃 怎麼說 就是對他來講 可能 呃 他可能 沒有什麼幫助 對他來說沒有幫助 那 可能會對 可能這也 其實 有時候想一想這不見得是好事啦 因為創作者 其實我們有很多 很多面 我們有很多面 喔 我也有很 很搞笑的 喔 我也不是都那麼嚴肅 對不對 都跟你講政治啊 跟你講歷史喔 我們也有 我們也有很多情感 喔 我們 對 我們也 我們也有爸爸媽媽 對不對 我們也想寫一首歌給媽媽 喔 給爸爸 我們不想都 也不想都那麼嚴肅喔 但是 的確喔 就是我們自己 這個是我們的課題啦 有時候我們要能夠 想辦法走出那個框架 然後讓自己的創作更多元 其實這 這對我來講是這幾年我要 去學習的 嘿 好 其實像 我自己是很怕一個東西 就是 我很怕偶像這兩個字 對 我很怕偶像這兩個字 蛤 你是偶像 不是 應該說 偶像 喔 這個也有 然後 因為包括我自己 我自己在面對一個 我 我 我自己非常 敬仰或是 欣賞的一個 一個人的時候 嗯 因為以前比較 年紀比較輕的時候 會覺得 就會很崇拜這樣子 可是我後來就是 剛剛像 就前他講的 我開始在思考 好 他表現出來的 只是他這一面 但是他有他另外 很多很多人的面向 那個都是他 對 那到底我們看的是哪一面 所以我常常會遇到 遇到 對就是很多人來跟我 聊東西的時候 對啊 我真的會很害怕 我都會覺得 那你知道我在家 我也是看海綿寶寶嗎 對啊 我說真的 對啊 我也是很搞笑啊 然後我也是 很多不同的面向 我也沒有在 每天都在那裡 在整齊 對 就是 有很多很多這樣的 這樣的東西 我自己常常會很 很害怕 大家看到我們是那個 我們講的那個東西 所以 真的是 在創作上面 會越來越來越謹慎 你寫出的每一句話 我都覺得我要負 100%的一個責任 我不能亂寫 我不能不清不楚的去 就跟你表達些什麼 對 所以反而是 你會 寫歌會越來越慢 對啊 對啊 很慢 會很慢 你下不了手 對 以前一開始的時候會超級就是 我就是想要這樣就是想 我不會送就是不會送 可是我現在會開始 一定要開始想 為什麼 不會送 難道是只有不會送 以外沒有任何的觀點嗎 我會開始 繞 這個對不對 會開始繞 很多的不同的想法 對 請 好 來 其實2014年是我們賴合基金會20年 然後也是賴合120歲 然後那時候我跟張睿泉說 我們來做一張賴合的音樂專輯 然後那時候我們本來都討論好 然後也 有找阿達吧 對 結果後來翻了太陽花之後 大家都歌寫不出來 不過我想今天可能還有另外一個原因 就是 他們可能這幾年 對自己要寫的音樂 有越來越多 覺得自己可能是 就是那個 責任感越來越重啊 對 也許要做賴合專輯 對 那也許我們下次來做一個比較 風花學樂的 我們不要每次都這麼的嚴肅 對啊 然後剛剛其實有講到說 不要被偶像化嘛 對 所以我想 我們就是負責任一點好了 因為其實 可能大家現在看到是說 可能他們會比較 就是比較 好像感覺他們已經是有點小小成就這樣子 然後就是 寫的歌會影響到人這樣 對 可是我想他們在堅持 音樂創作這條路上 一定會有遇到一些困難 對包括說 其實在 我想在 我們在聲援街頭的一些議題的時候 一定也會有一些被誤解跟不諒解 對 那我想說 你們要不要談談這個部分 對於 一部分是 自己音樂創作的這條路上 雖然音樂可能不是要拿來賣錢 可是 也許會有面對被誤解 或是說 有一些困難的時候 好 您聽到我的問題嗎 可以嗎 有這個部分嗎 都沒有 可以嗎 有這個部分嗎 對他們剛剛說的問題 可以 可以 不管你們的創作 不管你們的創作 或者是演講 或者是聲援 那可能觸動某些人 他們內心 對 不管對人 對土地 對環境的關懷 那或許 他們想通了 做了 你們以前所做的決定 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那這樣的情形下 我想你們也大概都遇到 你說你可能就失業了好一陣子 那我們想知道的是說 其實你們可能也把他當做一個偶像 所以然後就去做自己 然後在這段期間 你們怎麼撐過來的 能不能把這個經驗傳承給下一代 說你們需要什麼動力 讓自己撐過來 而不要讓他們就半途而會 然後就 就人家說 怎麼說 就很想做事情 但是什麼事情都做不了 告訴你們 告訴我們這方面的經驗 給年輕人 至少你們不會 我們不會把你當偶像 但是你們會告訴我們 你會遇到什麼 要怎麼樣子 才能夠達到你們今天的境界 謝謝 謝謝大根頭的問題 表格非常清楚 阿達你講一下你怎麼撐的好了 你被我的音樂這樣汙入歧途 然後 你怎麼撐過來 好 剛剛傅宜有講 我以前在東海開過一個咖啡店 那開咖啡店之前真的就是 就是我剛剛講的那個 我在上班 然後聽了瑞全的歌的那個時候 2006年 然後2007年 在東海 東海那邊開了一間咖啡店 叫東海和平咖啡 對 那 至於開咖啡店內容 我就不用再相述了 那個都過了 網站還在嗎 蛤 網站 網站不在了 我把它關起來 對 不過常常到現在喔 我大概2011年的時候收起來的 到現在我還常會接到電話 欸老闆你們那個咖啡店下午 我說不好意思 店關了五年了 對 然後還要跟我買咖啡豆了啦 什麼啦 然後對對對 好 那 呃 我開始做咖啡店跟開始創立農村武裝青年 幾乎是同一個時間 就2006年2007年 那個時候我才開始真正的創作啦 因為我以前都是在當樂手 對 有打鼓彈吉他這樣子 對 然後到06年 開始創作 然後後來07年我開了咖啡店 對 那 呃 反正最後結果都倒了嘛 所以 你們可想而知那個 那個過程 對 那個過程 一定是很 呃 常常 呃 那 那幾年我身上幾乎是沒有什麼 收入的 然後我靠了很多的 去打工 來賺其他的外快 對 就是常常我 早上五六點要先去早餐店工作 然後工作到10點 可能會再去 因為台中 東海離工業區很近 工業區那時候開始會有一些那種 呃 一些零工啊 對 就是去折那種紙箱啊 或者扛貨啊 什麼的 大概去做 做了大概六個小時這樣 然後到下午三四點 然後再回到 店裡面來 對 然後又看到店裡面的慘蛋 對 那大概 我那時候做了好多好多的工作 很多很多工作 那一直到 一直到有一天 呃 工作到很疲累 我中途真的又 有一件事情我覺得還蠻 蠻神奇的 我中途 我中途曾經去 華德福小學 當過總務老師 總務 對 總務 總務 對 對他們是叫總務總務老師 然後 而且那是有10個人去面試 然後我現在很 我現在很內疚 因為我只是抱持著 我要去打工而已 結果最後是我進去工作 然後我工作了兩個月 我就受不了 因為體力不支 我每天回到店裡面 因為 學校的工作是 常常都要晚上到八九點 尤其那種體制外的學校 對 你學校老師的人員 你耗費在學校的心思非常的大 所以常常到晚上八九點 下班 我還要回到店裡面去處理所有店的 後續的事情 然後一直到有一天 我真的覺得 我快哭出來了 然後我另外一個朋友就跟我講一句話 你 這把春冷掉囉 那個人叫老諾 老諾跟我說 你現在剩兩條路 一個 回去上班吧 當上班族 另外一個 不要再上班了 讓自己沒有後路 你去專心做一件你最擅長的事情 對 所以 那個時候我才 我就徹底的明白 我不要再上班了 但是我也不可能有後路 那到底什麼是我最擅長的事情 我開始釐清 然後把我整個生命最 每天最多最多的時間 我除了睡覺以外 全部 全部都在為自己鋪路 其實就是 在打造自己往後的人生 那時候我花的心思幾乎是比 上班的時候還大 精神上 老力上 實踐上 都比我在上班花的時間還要多 對 雖然還是很窮 對 不過慢慢真的 我把整個心力放到農村武裝青年上面 然後我慢慢把咖啡店收起來 那我就專心決定 因為那時候真的就是兩件事情 咖啡店 農村武裝青年 那眼睜睜的你就看到那個咖啡店一直不斷跟我拖垮 我常常到最後是農村莊青年賺的演出費 然後我又把它投進去 咖啡店去燒掉 然後我就不斷問自己 為什麼 所以我最後就決定 你一定開始聰明一點 你應該就選擇一個 既然這邊都有賺錢的 對 然後 然後 自己會去哪裡啊 做音樂 玩音樂 寫歌 對我來說還是 比較擅長 而且是 在 樂趣上面 是 最大的樂趣 我怎麼做都很開心 怎麼樣 我怎麼樣辛苦 我都還可以繼續做 所以那時候我就專心的去做 音樂這一塊 對 那當然不可能說 每個人 每個人你開始拿到吉他寫歌唱歌 你下面就有人來聽你唱歌 也不可能是這件事情 對 所以還是 我那時候還是繼續撐 繼續撐 對 就是 過得常常 口袋裡面摸一摸 只有100塊 對 只有100塊 對 那 我那時候在咖啡店的時候 連那種附近的東海學生 靜宜的學生 我認識的 有時候還會帶吃的來給我 我就覺得我像流浪漢一樣 對 然後曾經還有一個老師 帶了一箱泡麵來給我 我說 雖然你這不要經常吃 但是還是沒辦法 想要不要吃一碗 對 就是那個時候的生活這樣子 對 那 當然我 我現在回想起來 我覺得有一件事情是 是很重要的 那一句話大家都知道 可是真的可以去做到的人 並不多 就是堅持啊 堅持這些東西 因為這堅持的過程中 會有很多的自我懷疑 跟別人對你的懷疑 跟家人對你的懷疑 那你如何把這些懷疑化成 正向的 甚至是修正的 我覺得這是一個超級大的考驗 因為我想堅持 有兩者 一個面就是說 折三步 一個面就是說 真的很懷疑 那你覺得不對的 他也是去堅持 嗯 所以你如何有次 支持你說 你的堅持是對的 唉唷 有哲學的問題嗎 哲學系 對 哲學星期五了 你哲學系的阿 對我哲學系 哈哈哈哈哈哈 東海哲學系 我都不敢講耶 哈哈哈哈 對對對 這是一個很大的重點 哲善故事跟頑固 對喔 你這樣讓我想了一下 我怎麼那麼有自信 沒有啦 呃 我覺得那個 那個並不是說 馬上就可以 抉擇決定的東西 我覺得有些東西是 你行動了 你生活了 他每一步都會告訴你 一些 或許不是答案 或許是一些提醒 但你真的要很慎重的 很理性的去 知道那一些提醒 跟小小的答案 再告訴你一些什麼 但是這個很自己 這個好像沒有人可以跟你 跟你什麼 怎麼樣的討論 或什麼 因為只有你自己最清楚 你自己 對我覺得這部分很 很微小啦 因為我一步一步 其實一段時間幾個月 半年 一年 我就會 都會跟自己 對談這些事情 很小 就是 每一個決定 然後我得到一個什麼樣的東西 是好是壞 我都會評估 每件事我都會評估 那至少當我 有一件事情是我 我比較 會讓我繼續走下去 明明是因為 我開始放棄掉咖啡店 做農出紋裝清廉之後 我的存款裡面 的數字是一直增加 沒有減少過 聰明一點的人 你也看得到嗎 你不可能跟錢過意不去啊 就光這一點我就覺得 嗯 啊都只好繼續走 難怪你看 你該不會是看到錢一直增長 你說我沒辦法做啊 因為至少這份工作是你喜歡的 而且 你有那個能力去做 然後 它又 剛好可以讓你 賺錢的時候 那 差不多也就是這條路吧 啊就繼續走 當然走到可能就 對啊 一路上我都是 有看到它是慢慢成長 所以我才會 才會一直下去這樣子 對 好 當然這是 這個是比較實務性的 看法 對 喔 好 好 呃 農出紋裝清廉是一個樂團 對 聽起來好像很兇 可是其實我們 暴力團體這樣 暴力團體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他的運作模式 嗯 他的運作模式 運作模式就是 就是唱歌表演 就是唱歌表演 欸 對啦可以說 可以算是接Case 我現在工作完全就是接Case 對今天就接到來這邊的Case 對 你不能打電話給他 然後給他時間 然後就去敲大家來 對 對我現在的工作 幾乎就是接Case 因為 像 對啊 因為瑞犬是有這一家店 然後我就沒有店 我現在的工作 就是農出紋裝清廉樂團 然後我就開始接 各式各樣的Case 然後 啊這個對 這講到重點 對 剛好這個大爺講到重點 你會問我 Case哪裡來 蛤 他沒有要問 對 從來講不重要 對 對 對 其實我覺得 是不是責上 因為 對一個會思考 會懷疑的 是來講 他是 過一陣子都會解決 所以 可以 不要那麼多話 哈哈哈哈 不好意思欸 因為我年紀比較大一點 所以 曾經年輕過 所以我會覺得是說 在選擇的路上 呃 對一個生命有 熱愛的人來講 他隨時會去 醒思自己要的是什麼 不要的是什麼 堅持的是什麼 必須要放棄的是什麼 所以 呃 金錢當然是很重要 但是就是說 當你去跟興趣結合的時候 錢自然會跟著你來 當你努力去追錢的時候 你考慮到很多的因素 未必會讓你賺到錢 呃 目前是這樣 等一下 我還可以 我大概非常沉 對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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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剛剛主題是什麼 對齁 講 講 一路撐過來 OK 呃 可能還是要回到我 我對音樂的感覺 因為音樂對我來講就是興趣 我不靠他賺錢 所以 呃 因為我剛好還有另外一個 一個身份喔 我在教書 我從 呃 2004年開始 我就在大學 喔 更早 2002年 我就開始在大學教書了 對 所以我另外一個身份就是 在 在大學當講師 所以那個部分 教育的工作 也是一個 我放不下的 東西 欸 我 我就是 很希望可以 把我 知道的 我 我會的 或是我所學的東西 跟學生分享 當然不見得我講的 都是對的喔 我其實更期待的是 學生可以教我什麼 喔 我的課程常常 常常有很大一部分是 學生 變成是一個 他必須主動去發掘知識 喔 去問為什麼 喔 所以 呃 我對於這樣的一個教學工作 是很 我也跟音樂有同樣的熱情在 所以 呃 相對於阿達來講 他們 這種非常專心在 專注在做音樂的人 其實我是相當敬佩的 因為我 我很分心啦 欸 我分心在做這個做這個 對 那現在又開 又經營這樣一家店 其實 其實對我來講 我真的 不是一個很 專注的人 我 我可能在某個程度上來講 做太多事情了 欸 就是 也許我 如果能夠真正的專注下來 齁 做音樂 或是 或是真的去 當一個更好的老師 也許我可以有更 更進一步的一些 呃 不敢說成就 但是也許有更 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齁 那 所以我 呃 其實在 開這家店之前 齁 我並沒有太多 所謂經濟上的壓力 因為我有 我有 我有 教職 所以 也可以夠我去做音樂 做我想做的音樂 等等 那 那 重點來了 就是開了這家店之後 慢慢 慢慢 感受到剛剛阿達 阿達 阿達講 講的事情 齁 那 其實我們在做這些社區或是 社會意識的這些東西來講 其實 有很多做法 齁 有些人他 就像哲二五或是其他的 這些NGO 他們可能並沒有任何的據點 但是 他們可以做很多事情 齁 沒有一個固定的據點 但是他們可以做很多事情 去影響更多人 另外一個做法是有固定的據點 讓 在社區裡面 讓人家來聚集 去探討議題 那我選擇的是後者 齁 那 相對來說是一個很累的 壓力很大的一個過程 齁 甚至我其實一直到幾個月前 大概 開了 開了這家店快一年了吧 我才 注意到說原來我們做的很多事情是 是人家 呃 必須 寫很多補助 計畫案 齁 然後政府在補助 在做的事情 那我們自己齁 都沒有在寫 都不知道要寫 齁 然後 就自己 掏錢啊 什麼都 都 都挖出來了 齁 能撐就撐了齁 那 折善固執齁 其實我也不敢說自己是善 齁 沒有什麼善 但是 我 終究還是要回到音樂 剛剛這個大姐講得也很好 其實我們真的 對我來說 我從小 可能也跟聽的音樂有關 我們都聽搖滾樂 很吵啊 然後 刺青啊 然後 怎麼樣 很兇這樣子 他們 那個音樂 也不管你喜不喜歡 他們就是做 就是做 然後講他們想講的 齁 有時候 彰化連篇不知道在唱什麼 但他們也唱 也賣 欸很好玩 奇怪怎麼都這麼厲害 我們可能從小就對那一種 我才不在乎咧 我就是堅持我要做 我想做的事情 那個態度我們是感到 憧憬的 對不對 很嚮往 我們想要很自由 我們想要做那個自由 那可能這樣慢慢的一路成長下來 那個 那個 那個種子 那個自由的種子 一直在我們心中裡面 是慢慢去成長的 那 我這邊特別要另外再講的 一點 是我的家庭 我的爸爸媽媽 還有我的兄 我的哥哥妹妹 他們 甚至整個家族 很奇怪 就是我們那時候 我自己組團的時候 他們會 會帶一群人來看 就是那種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 類似的經驗 就是 爸爸媽媽 那個年紀最大 就是那一群 然後 看我們表演 我的意思是說 他們是支持的 那個家庭的 力量 那個家庭支持的力量 是 是我覺得很幸運的 因為我知道有很多年輕人 他們的家庭是不支持的 就是你做這麼吵的音樂 在幹嘛 對不對 然後又做音 不要說吵音樂 做音樂 他就覺得有怪怪的了 什麼 流行音樂 你要變 你要去想當周杰倫 你想要當蔡依林 想當也不一定就能當 對不對 對 但是就是說 我不知道 因為可能有很多上一輩的 甚至可能到現在 都會對音樂 做音樂這件事情 是有疑問的 但我的家庭沒有 他們就是 不管每次 很多真的 我剛那時候 大學 剛組團的時候 就是 會帶 帶著 家族朋友 就一起來看 甚至到後來 有時候我們 到社運了 社運場了 也不一定是表演的 我們可能去 去講話 去聲援 奇怪 怎麼爸你也在這裡 就是 他說 今天你要上去講話 OK 好 就是 很感謝他們 對 對我來講 就是我整個成長過程 一直到現在 家庭的支持的力量 是 一個我 我必須 非常去承認 然後 很感謝的一個部分 要補充我的家庭 我要補充我的家庭 沒有啦 我也算很幸運啦 我媽媽非常的 支持我 然後 呃 我先生 是我 我爸 我爸在我要開店的 那個時候 就過世了 但是 這是一個 對 真的是一個哲學問題 因為我爸是一個非常的 嚴格的爸爸 我主持人用 打大了 他對我的要求其實還蠻高 可是我沒有一向達成過 對 那 可是他在我要準備出社會的 那個時候 他就生病 然後後來就 就過世了 然後 呃 老實講 過世之後 我有一種人生開了的感覺 對 我有一種人生開了 我開始做我自己 然後我媽媽是一個 非常有智慧 非常棒的媽媽 她是個家庭主婦耶 學歷也不高 可是她 完全就是 讓我去做我要做的事情 就算她覺得很害怕很緊張 她會 她會自己忍受起來 是後來我常常發現 對 但現在不會啦 對 現在不會 可是她 她就是會讓孩子 真的去做她自己的樣子 她 她不會去跟你說 妳要怎樣 妳要怎樣 她永遠只跟我講一句 妳要安全就好 嘿 妳要安全照顧妳自己 其他都不會 不會有太多的 想法或意見 對 那 其實到這幾年我媽媽 我只要在彰化 就在附近 在離我們家比較近的地方 有演唱 我媽都會來 都會來看 那我後來也都會邀她來 甚至有時候我比較忙 因為我 唱歌的時候工作比較忙 我姐剛好在彰化室 就會去載我媽 一起來看我表演 對 因為 像賴和英哥姐也是啊 我媽我姐她們都會來參加 對 那這個很好玩的是 我媽媽一開始就只是一個 一般的家庭主婦 她開始 看到她的兒子在唱歌 在參與社會議題 然後我回去的時候她以前 看電視就看民視嘛 我跟她說 她三不五時 轉去十三台 公共電視 看看 她後來開始慢慢慢慢 新聞也看公共電視 結果她後來開始看人生巨展 你知道 然後開始每次那種 有那種 因為人生巨展很常重播嘛 我媽就 這就看兩三次了 還在做 然後我就發現很有趣 結果媽媽在一些想法上 開始有一些轉變 對 然後她看 她 我出了三張專輯 我媽媽每一張專輯 每一首歌 都會很認真的去聽 去讀我每一個字在寫什麼 她還會來反問我 欸你這個這樣寫 我覺得你這樣 這樣好 還是怎樣 就是 你這樣寫歌很 很辛苦耶 對 就是 就是媽媽 對啊 然後像我的歌唱就是 我媽還會跟我說 我覺得你的歌 我覺得你歌太 太愛了啦 我們 要讓人家快樂 我媽還會給我這種想法耶 她還會丟這種想法給我 會跟我一起討論 我就覺得欸還蠻不錯的 就媽媽媽媽看到一個兒子 然後在做這樣的事情 然後有時候也會跟著我 的那種感覺 但是也是我很大的一個 支柱啦 就是讓我很很有安全感的去 去做我想要做的那件事情 這樣子 對 所以 好了家人支持真的蠻重要的 真的是很重要 是啊 就是 她這樣講也想到我媽媽 我媽也大概六十幾歲了 然後 然後 我是想到一個場景 是她會跟朋友介紹 我在做什麼樣的音樂 所以你可以想像一個 大概六十幾歲的 一個 阿桑 在跟她的朋友介紹說 這種叫Rap 是 來自於美國黑人的這一種 一種 音樂型態 街頭這樣 就是 很厲害 就是也會影響到 她要怎麼去介紹 她可能也真的有去研究一下 這到底在唱什麼這樣 我也想到我以前 大學四年 我都沒有剪頭髮 你不要看我現在都沒什麼頭髮 我以前頭髮流到腰 很長 然後我 的頭髮是大捲的 自然捲 我媽還會幫我修 就是她們都是支持的 對 我就覺得 不容易耶 以後 以後我自己有小孩 你也有小孩的時候 我們不知道 能不能用同樣那麼寬大的 包容的心 去包容我們自己的小孩 我覺得都有疑問了 但我們會盡量做到 她可能覺得 耶穌都可以這樣 為什麼你不行 是 沒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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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 反正我們今天有錄影嘛 對啊 以後你們兩個小孩出來的時候 我們會 那些基金會提供錄影帶 其實剛好 母親節 過兩天母親節 這個也可以拿給你媽媽媽看 其實 我覺得瑞全跟阿達滿幸運的 因為其實在社會運動的這條路上 不是所有的家人會去支持的 對 那也許可能過去有一些 也許也有衝突啦 不過你們可能也花一些很大 很大的力氣跟時間 去讓家人去了解說 你們在做什麼 對 那感覺上好像 家人有支持 可是我想從台北決定要回來 離開台北 這不是一個非常容易的決定 對 尤其就是在 這幾年我們一直在街頭相遇 然後其實街頭會讓人處在一種高亢的狀態 對 然後我不知道是 兩位是因為三十多歲 然後 人的那個生命的 進到一種像 比較中游的階段 所以選擇回鄉嗎 還是說令 凱希 就是你們怎麼去做那個決定 因為真的不是那麼容易 離開台北 對 而且瑞全又選擇開了一個 咖啡館 而且這是 可能是 阿達之前 已經鮮艷失敗的狀態 那 就是你們各自做了什麼樣的決定 而且阿達現在選擇是以 表演嘛 為主業 那 可是你有想在二水做一些事情 對 而且你不是來到台中喔 你是 去到一個 就是 彰化最偏遠的鄉 對 你們這個決定怎麼做 而且 那時候一定有些困難 請你們分享 我其實這個東西講起來也沒有什麼那麼偉大的東西 其實有一個東西很實際啦 我覺得我還是有做好自我保護啦 如果我再提前一個 三年 四年 我完全不敢做這個決定 可是我是到了前年年底的時候 開始做出這樣一個決定 好我可以回到彰化 我可以住到一個很鄉下的地方 因為其實道理很簡單 就是我所有的收入 是靠表演來的 那 這跟我住哪裡都無關 對 我今天也可以去住到中安山脈上 有啦 只是那個開車下來比較遠一點啦 不然其實都是可以 然後現在又是一個網路資訊那麼發達的地方 所有的工作全部是用 以前還要電話 現在都沒有啦 Line啊 然後Facebook訊息傳一下 然後打個什麼電話 欸OK開始好了 然後所有東西擠起來 這全部都是以網路來進行的 對 所以我那時候就開始真的覺得 那既然已經具備這樣的條件的時候 我好像就不需要再留在都市裡面 其實我主要那時候住台中啦 我在台中住15年嘛 對 那 嗯 一開始真的是有點想要 就在台中定居啦 對 但是一直都有一件事情 我沒有辦法忘記就是 我曾經大義的時候 到台北讀書讀了一年 然後我就決定 轉學 轉回來台中 轉到東海 但是那一年 對我來 對我的人生來說 是一個很大的轉變 因為我從一個 一個鄉下小孩 一個鄉下小孩 跑到台北去念書 哇 那個真的是 應該大家都這種感覺吧 就是 哇 這是 全台灣最進步的地方 真的 那個時候有一種 我 我剛去到台北的時候 有一種自卑感 就是這些人 覺得都 比較流行的感覺 然後 那我們看那種電視劇 其實不是那種小朋友 看到那種大樓都還會這樣 哇 我真的是這樣耶 我十八九歲的時候 去到台北的時候 真的是 哇 哇 對啊 那時候還沒有 101 好像看了那個星光大樓 你就哇 哇 就是那樣的一個小孩 去到台北 那 我一去的時候 就開始 遇到我的學長 我有一個對我啟蒙很大的學長 我一個 我那時候念華泛哲學系 走進去我們哲學系 學長在放森林 對 我那時候 那時候森林 還要出第二張而已吧 對 我怕你去哲學系 我們哲學系 不然這樣放森林 對 然後剛好遇到的學 學長 學長開始帶我去 參加 社會運動 然後學長 開始帶我去 看一些表演 對 老實講 我也在那個時候 看過XL 就是熱選以前的團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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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對對 那個時候 野台還不用收錢嘛 你有去穿過野台嗎 對對對 我那時候就在那個腳 對 我那時候開始看了好多表演 然後在台北 然後去了很多藝文的場所 都是很大的刺激啊 那都是 都是 不只彰化沒有 台中也沒有啊 對 台中也沒有 但是 呃 我瞬間就有一種想法是 那 那為什麼只有台北 有 對 那一方面是我 那個時候有點不太適應 台北的生活 我還是想要回來台中 那學長一直一直在留我說 你就繼續帶下來吧 你就 要玩音樂要幹嘛 你都在台北很容易啊 資源又多 然後我一直還不斷一直在想說 但是如果每個人都覺得 啊台北資源那麼多 在這邊玩團很容易啊 搞什麼藝文的東西 當文青都很容易啊 那就大家都在台北 當文青就好了 那你就想要所有的資源 永遠在台北 對 這個念頭在我 在我大意的時候 種下一個很大的 算是刺激啊 就是 哇看到 哇這就是台北 然後他們怎麼可以這樣子 對 所以這件事情我後來一直 一直帶回來到台中 一直到了 這幾年 我都還在想 然後 但是台中之後我還不滿意 我還 我還又看到了彰化 我還又露燦 根本 有人說 台中已經是文化沙漠了 那我想說 那彰化是什麼 彰化是什麼 對啊 所以我又開始更覺得 好 我們回去 弄個什麼 好了 對 回去弄個什麼 所以 剛好自己先前講 那些條件都具備了 我也可以 住在哪裡都可以微生 好 那我就可以回去 彰化 然後 開始在想 我們可以幹嘛 對 那當然你能力也沒那麼強啊 當然我覺得 我後來選擇回去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開始交朋友啊 當然交了賴盒這個好朋友 對 就開始跟在地的年輕人啊 一些組織啊 然後 也不要說年輕人啊 我覺得跟老人家當 朋友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為我現在住在那裡都老人而已 我真的住在一個 很偏僻的地方 二水的邊緣 也不是二水鎮上 是二水的 很旁邊的一個 一個村落 然後那邊只有 只有老人家 而且人口非常非常的少 然後晚上也買不到東西吃的地方 對 那你要開始跟那邊的老人 當朋友 老人家都很招臉 你知道嗎 很愛念 有時候 你 要走起來 要悔多啊 他們好意提醒你很多事情 對 可是那個 那個 那個就真的是在跟地方 當 當朋友 那 嗯 所以我 我才覺得那個 那個是一個重新開始 但是 所以我看了那個 那個 賴和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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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好有感觸 好有感觸 就是真的回去的時候 他也會覺得說 奇怪 你們這些年輕人 怎麼沒來沒錢 來大廁要做什麼 那麼偏僻也不知道幹嘛 然後他問你說你在做什麼工作的時候 我不知道怎麼跟他解釋我在做什麼工作 我只能跟他說我在唱歌的 然後他應該就大概以為我在餐廳裡面住唱或是街頭藝人 他們大概想像都是這樣 因為有時候他們會問 問說 啊 啊 我上面去哪一間餐廳也有耶 你要去那唱嗎 還是那個 集集一篇啊 那邊都有街頭藝人你可以去唱 他們大概想像是那個東西 那我覺得就順其自然吧 就讓他們去這樣想像就好了 反正他開心 我也開心 然後他至少他知道我是做音樂的 對 那我覺得這個東西的互動 是讓我開始真的覺得是 就是到了一個 一個 類似自己從小長大的地方 可是怎麼 轉眼間二十幾年過去了 三十年過去了 好陌生 很陌生 我沒有辦法很 很正常的跟他溝通 我用我的語言跟我的 對 我想的東西好像 跟他的語言是不同的 他沒有辦法知道我的語言在談什麼 那這個對我來說也是一個很大的 訓練 我要怎麼樣把我的語言轉換成 他的語言 甚至用 台語講 好以前我台語講得不錯 對 他是一個衝突 在 對 融進去 那時候我真的有一種感覺就是 怎麼這麼陌生 怎麼這麼樣重新 可是明明就是 從小就在這樣的地方長大了 對 那這個大概是我這一年多的 重新開始在做的一件事情 其實很 很簡單沒什麼 可是我覺得 很多很多地方是需要 重新學習 對 想到人要想在二水 嗯 想到人要想在二水 嗯 想到人要想在二水 想到人要想在二水 哦 我想在二水做什麼 呃 我其實只是想要做一件 我的遠 我先講一個最遠程的 可能到我死了 才會看到 就是我 我希望讓故鄉的小孩 並不一定要 只有到都市的那一條路 你可以有很多的選擇 但你要去都市也很歡迎 你要怎麼樣都也可以 但是 呃 其實有一條路是你可以在 故鄉居住生活 但是這條路是 過往我們的爸爸媽媽那一代 其實比較 比較不推崇的那一條路 他往往希望我們是到了都市 比較好的環境找一份工作 但是我現在希望的是反過來 我覺得鄉下很好 鄉村很好 那我們如何可以在這邊住下來 在這邊產生自己的生活 網絡 甚至我可以在這邊維生 這是一個很長久的路 但是 第一件事情就是 要有人回去住 不然什麼都免談 對 一定要有人開始回去住 因為有住了才有人 有人了才有人際網絡 有人際網絡 你才能談說我要幹嘛 談說我要幹嘛之後 你才會產生市場機制 產生市場機制之後 你才可以到這邊維生 呵呵呵 會啊 這個當然都是一個 一部分 但是我真的覺得最重要的是 就是人要回去住 因為當你 當你沒有 對 我覺得光要去住下來 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 就有一點小小的困難 而且對很多的年輕人來講 他真的回去到 自己的故鄉或鄉下 他不知道怎麼維生 我自己常常也搞不清楚 我搞不清楚 比如說我看到一個年輕人 到了二歲 我不知道他能幹嘛 可以維生 他除了種田以外 因為二歲沒有 他沒有工業 他沒有什麼商業的模式 他就是一個很傳統的農村 所以我常常也在思考 那除了務農以外 到底可以 我們可以慢慢的 幹嘛 可以產生的小經濟的規模 或是什麼 我其實到現在 我也還是一個 很模糊 當然我自己可以維生啊 因為我的收入 是從外面來的 我不是從餓水在地來的 對 但是我覺得 真的最重要的是 就回去住啊 呵呵 你再去找一個可以有序經營的 那種社會 對 就是 也不是企業 我就是一個環境啦 就是 因為我覺得現在是處於一種 所有的人 所有的人口都集中到 都市去了 因為那邊確實是 比較好生活 但是我一直在想 怎麼樣再把這個 稍微分散 回來一些 對 對 我個人的看法喔 呃 對 是 我覺得是 呃 第一個是說 對沒有那個環境 人進不來 對 我就想要去創造那個環境 我自己想要去創造那個環境 對 我想 我想創造 那一方面是我覺得 呃 在整個社會的發展的過程 我們 不斷的朝向一個公立的方向去 對 所以最後會怎麼會變成說 所有的年輕人你只能到 都市 對 到台北 或是彰化很多人到台中嗎 就 就會變成只有這一條路 對 但是也造成了現在鄉村很多的問題出現了 包含 包含我現在住在那邊有一個最大最大的問題 是所有的老人都是獨居 所有老人 的行動都不變 所有老人現在出了什麼問題 沒有人可以救他們 只有到我家敲門 我說的是屬實 這是很 這是真的 他只能到我們家敲門 他要問任何東西 包括他要問六盒彩兵牌 因為他知道我有網路 他知道 他知道這個東西點一點就有他要的答案 他也不管這是什麼他不懂 但是他知道這個點一點就有他要的答案 所有的生活手續都來找我 這是現在的鄉村很大很大的問題 我每天都會遇到 我自己覺得我沒有從政的能力 但是我有煽動別人從政的能力 所以你們真的有誰有能力要來當鄉長 回來住啊 真的 要回來住 真的真的 好 OK 其實很多阿達 我覺得阿達你剛剛講到很多那個想法是 我也都有的 我們對於台北的觀點 那些感受 我也是在三年前 大約三年前的時候 從台北搬到台中來 那個時候對我來說 當然很多原因造成我做這樣的決定 因為我在台北住或是求學整個過程 工作阿求學這些 前後加工也要幾十年了 二十年是跑不掉的 基本上 那樣對於台北那樣的生活是熟悉的 你想去哪裡 想要得到 拿到什麼 幹什麼 其實都沒有問題 但我不知道為什麼 對我來說 可能因為 因為 協議中吧 協議中還是有那個鄉土的成分在 我小時候 我阿公那邊是這個 家裔民雄 家裔民雄 的 農村 丁寮 我們這邊 現在我們有沒有 家裔人 你可能知道 那是一個非常小的農村 把鬼屋在旁邊 鬼屋就在旁邊 後來在彰化 來彰化園林 駐園林 我不知道 對我來說 那個對於 我的生命 或是我的小時候的記憶 我們有很多的農田 那個腳是踩在那個泥巴的農田裡面 跟稻田 跟稻田 跟稻這些 是一起長大的 釣青蛙 這些記憶是 是 隨時會夢到的 我不知道 我懷念那個 那個小時候的感覺 那個感覺 一直帶 跟著我到 到台北 到 到 Chicago 芝加哥去念書 都有 我在芝加哥的時候 我還會 我那時候 台灣在過年 他們沒有在過 過農曆年的 我真的會夢到 那個 我在吃菜桃粿 真的嗎 齁 菜桃粿實在 對 沒辦法 他說我吃不到菜桃粿 欸 在那個芝加哥 我去哪裡找菜桃粿 就是 那種 那個 就是跟這個土地 跟這個 這個 那個連結是很強的 所以 之後到台北去生活 其實 說實在 我在這個 快20年的 台北生活裡面 我 我似乎 從來沒有把台北 我沒有感覺到台北市 會是一個家的感覺 我 我 我不是說他不好喔 我覺得台北很強 很多地方很方便 很便利 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沒有 對台北我沒有家的感覺 每次 我回到家鄉 彰化園林 我不管坐車開車 只要離開了台北市 我的心情是放鬆的 你知道耶 我不知道怎麼說那個感覺 就一路開開開 欸 我只要 那個 那個高速公路只要上了交流道 我就開始覺得 欸 好像 好像輕鬆了起來 然後慢慢回到家的時候 那個整個心情是 開心的 欸 我終於回到家了 回到 回到園林了 那個 那個 可能不是一個可以量化 或是去合理化的一個 說法 我沒有辦法解釋 為什麼 那就是人 那 那 當然還有很多很實際的原因 當然 其實阿達剛剛也講到 我覺得特別 特別要講的 就是其實 謀生 要能夠生活 有收入這一點 其實也是重要的 我覺得我不喜歡 應該說這幾年 我 我觀察到一個現象 是我們把很多青年創業 浪漫化了 我們把它好像講的 就是 兩個 什麼 年輕人 然後就怎麼樣 這個 就 找了一個老屋 然後就 就 放棄高薪 然後 對 開始做什麼設計 然後 怎樣就 好像很很棒 其實那很多很辛苦的東西 你沒有講到 那個很多 水電壞的自己修 你知道嗎 我其實我常常不叫自己 什麼經營 我都在修水電 你知道 那還有很多 帳單要付 這個沒有講的話 也不知道 這個帳單 都是要錢的 這哪有不用錢 那 其實很多這種面向 是不浪漫的 但是我們的很多 講到青年創業 或是文創 這些描述 都覺得說 其實這個 不見得是好事 因為我們其實是很需要幫助的 那這個幫助 並不是說要你捐錢 而是說 其實我們是希望 有更多人來 來支持我們做的事情 一起參與 那這個是重點 而不是說 你在網路上看到一個 好像很療癒的文章 你心情就好了 我們心情不會好啊 我們心情沒有好 我們還是很辛苦 在做這些事情 那收入的確是一個 很很重要的關鍵 因為我自己在大概 離開台北前兩年 我開始對 評估自己現在在做 當時在做的事情 我在教書 我在大學教書 那其實大學教書 有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 一個關鍵是 我要不斷的升等 要不然我就 就要離開 那這個升等 要怎麼升等 你要不斷的寫論文 寫期刊論文 那我不是那樣一個人 說實在的 我到後來自己面對自己 我很誠實的跟自己講 我不是一個整天 想要寫論文的人 我想要面對的是人 我想要面對的是學生 所以我後來評估之後 我覺得這不是我要的生活 整天在寫論文這件事情 不是我要的生活 所以我在想 我之後要做什麼 那也許是一個據點 當時並沒有 還沒有一個所謂 咖啡店的這樣一個概念 但是我知道我要有一個據點 所以 而且可能跟我自己興趣 要很大的關係 那我知道我興趣是什麼 我興趣是音樂 然後我對於 呃 閱讀文字 書這些東西 我都有興趣 所以 我在 離開台北前兩年 我放棄了教職 我去出版社 我在出版社 做了兩年 學了很多跟書有關的事情 包括編輯 包括怎麼樣把一本書 企劃賣出去 包括怎麼跟書店 呃 譬如說書店的營運 他們怎麼樣去計算他們的成本 營收 這些東西 我都在那兩年 有 比較初步的 學習 那 等於是在幫我自己 未來做的事情 打 打基礎啦 喔 所以後來 呃 時間一到 欸 呃 其實也是租房子 租房子啦 我們在台北都是租房子 喔 經濟問題很 其實台北不像家的一個原因 也是因為 我都是租房子 欸 我們很難有自己的房子 每個月薪水大概三分之一 四分之一都拿去交房租了 喔 我什麼時候才能真的有一個自己的家 我覺得也是 是一個常常我們這些在台北的離鄉人 在想的事情 喔 所以在那個當下 欸 朱月也到齊了 所以我們就 呃 就搬來台中 這樣子 開始計畫自己要做的下一件事情 呃 所以這個 呃 整個過程其實 一直到現在 其實我們都還在掙扎 我們都還在努力當中 呃 很希望 呃 我們在做的事情 是可以被大家看到 然後一起來 去 去改變些什麼 這個是我 自己在目前 呃 經營這個地方的時候 的一個 一個目標 喔 目標 呃 謝謝瑞泉跟阿達 把歸家的這個 真實跟痛苦 還有殘酷的這一面都講出來 因為其實歸家從來不是浪漫的 對包括你要留在家鄉 其實也是一個很不容易的決定 對那我想我們第一階段 就是先到這邊 然後 因為剛剛其實我想有很多朋友 應該會有一些問題 那我們想說先 接下來的時間就是開放給大家 就是提問這樣子 也許你自己也有想要做一些事情吧 對 因為我們其實想要透過這樣的分享會 可以讓 就是可以讓更多想要做一些事情的年輕人 大家可以獻身 因為我們不希望辦那種分享會就是 大家聽完之後就是聽歸聽 然後覺得這是你們自己的生命經驗 跟我一點都沒關係 對那我想 其實從剛剛大家的自我介紹 也許你自己也有想要做一些事情 或是對他們剛剛的分享 有些問題都可以再提出來 那現在就時間吧 給大家這樣子 但是我們希望不要再提取其他的 希望能力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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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